汪小菲跟大S离婚时被狗仔爆料 魂内出轨 但是她气得很高 过年期间她带着妈妈冲回 跟大S结婚的海南岛度假 被发现张晏晏也通行 事后张篮解释 我跟儿子做人做事不是那么窝措 也不是那么缺德没底线的人 否认了儿子新恋情 不过跟大S离婚未满三个月 这一刻被大路狗仔打点啦 接着路上汪小菲路都走不稳 还要回头跟张晏晏聊 还拉着她的手 来了个试试镜头 哎呦喂 很甜呢 名为摄影刘大锤的微博账号 发文透露 王小菲带着张晏晏在视察上海新开的店 两人以主人的身份跟合伙人吃完饭后 王小菲一如往常的喝烂醉 张晏晏则以女主人角色找呼朋友 而王小菲不顾众人眼光 将女神拉过来直接食指紧扣 满脸的笑容 好像是在宣告 这就是我的女人的感觉 但张晏晏非常敏感 马上拉了旁边闺蜜 试图要掩盖两人关系 但影片会说话被抓个正着 影片曝光后 网友不断酸说 这个脸打得有够皱 真的是死鸭子最硬 看看她这次要怎么回应 真的是心疼大S 还有网友 take张来 让她赶快出来帮儿子解释解释 蓝姐做人做事 一直是奉公手法 而且不会那么龌龊 也不会那么缺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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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